内加拳的发力是接触后发力吗 都以为内加拳是推嗓的艺术 在实战中如何应用 大家并不是很理解 所以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解释 首先在内加拳的训练过程中 为什么两个人非得搭着手发力 这种接触上发力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那么当黄教练这样撑住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发力其实是比较难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了发力距离 我们通过胳膊的屈伸 很难克服对方的体重 那么我们就势必要要求 我们自己要有丹田发力 把自己的体重放到对方的身上 这才能把对方发放出去 所以呢 这种接触上发力实际上是非常难的 当你有了这种发力的这种习惯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离开一点 离开大概一寸的地方 那么你依然能 是否能够在不接触的情况下 把这个劲打出来 那么如果你依然可以的话 OK 那么我们再离得远一点 这就逐渐的完成了一个 从接触发力到不接触发力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你具备了这种发力 从接触 不接触 到逐渐远离 你在实战中 才能用上这样的技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是我们打一个 像用刚才的力量打一个拳的话 那么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 很容易就打中 拉开对方的肩架 伤害对手 因此内加拳的发力 接触是为了给你提高难度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在现代搏击的过程中 经常见到一个人抱着头 对方打就打的没用了 打不破他的肩架了 但实际上你如果用内加拳的这种发力方法 很容易就把对方打的重心失衡 他重心失衡 他就没法进行防御 但是呢 这样的一种整体发力的技术 在内加拳中是不容易练到的 他需要你有正确的站桩习惯 实际上在我们的网络教学中 站上两到三个月 都能够获得这种整体发力的这种能力 因此参想一下我们的系统教程 有可能会帮大家获得更快的提高 感谢观看